接起电话 卫生局人员细心请听 将民众的疑难杂症通通写下 在现场忙里忙外 还有从医院的春节专案以来 就担任新北市卫生局的防疫人员 接线经验相当丰富 我们可能就会尽量安抚他 然后协助他们做后续的治疗动作 疫情之下难免遇到电话 另一头无情的谩骂 或者是挂电话或者是破口大骂 对我们大吼都有 但是可以为市民尽到一分心 就是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下班之后 我会想办法就去改善我自己的心态 新北市疫情21号已破千例 居家照护2500多人 居家隔离高达2万人 卫生局员工从早忙到晚 分成两班制 光是接听电话 一天大约就有一万多通 就连慈济志工也前来支援 卫生所卫生局这边的同仁都接 电话都应接不暇 没有来接电话不知道说 真的那种确诊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然后还有每个人的问题 真的都不太一样 下一次拨打电话询问时 记得给接线的防疫人员 多一份体谅 其实听到这一句 您辛苦了 你就会觉得很幸运 你之前做的事情都值得 都值得了 大爱新闻许英豪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